各位老师、家长、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的王老师 今天很高兴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天津大学 那接下来我的介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分别是魅力天津、国之大学、天大生活以及如何申请 首先我们进入到魅力天津 一起来领略天津这所城市的风采 天津大学坐落在天津市 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 这座城市已经有617周年的历史 天津具有雄厚的发展实力 它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 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也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在经外资投资企业达到1.4万家 世界500强企业 在天津呢有249家 天津地理位置优越 距离首都北京 约120公里 乘坐高铁仅需要30分钟 天津有4个大型火车站 三个国际机场 天津去往国际、国内出行都非常的方便 此外天津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大兴国际机场车程约两小时 可以轻松直达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的城市 天津还是一座宜居之城、文化之都 这里四季分明、气候适宜 你可以春游百花、下感海、秋看红叶、东赏雪 在天津生活品质高、带生活成本低 每月食宿大约2000元人民币 天津也被誉为曲艺之乡 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 它还是一座美食之城 天津的小吃享誉全国 天津更有很多娱乐的好气处 比如欢乐谷、环球影城、季县风景、杨柳青谷镇等等 下面这些图片展示的就是天津的特色小吃和传统文化 介绍完天津这所魅力之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被誉为国之大学的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始建于1895年 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 1959年入选首批16所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1996年入选首批211工程院校 2、2000年成为首批985工程院校 2010年入选国家工程教育改革十所试点院校 2017年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 看一所大学一定要看它的办学使命 因为使命是这所大学的精神格局 天津大学始终坚守兴学强迫的使命 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章大学文凭 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科 走出了中国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第一批留学生 第一批硕士生等 看一所大学一定要看它的科研成果 因为这是这所大学实力的最真实展示 天津大学诞生于甲午战败民族威王之际 自诞生起就肩负起了星学强国的使命 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 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等众多的第一都见证了天津大学 不从纸上逞空谈 要着实地把中华改造的贡献 在国际国内各项大学排名中 天津大学均展示出了强劲的实力 中国排名前十 亚洲排名前50 世界排名232 今天的天津大学已经成为一所 中国以工为主 理工结合 精管文法 医 教育 艺术 哲学 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面向未来 学校提出强攻 厚礼 振文 星医的综合发展理念 这一页展示了学校目前招收国际学生的专业学院 中国教育部不对大学进行排名 但每隔四年会组织所有大学进行学科评估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天津大学有25个一级学科参评 14个学科进入A类 占比高达56% 按照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发布的 中国大学学科综合排行榜 天津大学的学科优质率位居全国第三 仅次于清华北大 在2021ARWU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行榜单中 我校也有一批优秀的学科入选前50 此外根据当前公认的用于衡量大学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统计 天津大学ESI学科排名前1%的学科数量自2018年以来也是逐年递增的 工程材料科学画学更是基深ESI学科排名前千分之一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天津大学学科的强劲实力 目前我校共有近2万名本科生 1万多名硕士研究生 5000多名博士研究生 3000多名国际学生 我们有60个本科专业 112个硕士专业 126个博士专业 天津大学还有5000余名教职工 近900名教授 可谓是据人文科学的巧处 下面展示的就是天津大学的我们的杰出的一些专家学者 近年来天津大学还会聚焦国家战略 聚焦世界科技发展前沿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例如牵头建设世界最大功能最强的地震工程模拟设施 在天问一号项目中参与火星表面研究 为着陆器自动安全降落悬址 以及火星承载特性研究 自主研发海燕水下滑翔机 创造航程最长时间 航程最远时间最长等诸多世界记录 看一所大学一定要看它的战略发展 因为这是这所大学的未来目标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变的变革期 工程教育需要面向未来超前实变 面向世界积极应变 面向工业界主动改变 为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教育部于2016年提出了新工科的概念 天津大学则在其中扮演了 年龄者的角色 2018年4月新工科教育中心正式接牌 12月华盛顿协议国际事务办公室成立 2019年4月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成立 2020年6月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2.0发布 天津大学不断推动形成工程教育创新发展新路径 为世界新工科建设提供天大经验 天津大学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 已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6所大学和机构 建立了合作关系 此外我们还有三所海外孔子学院 基于新工科跨学科研究 国际合作和产学合作的特点 天津大学也面向未来 形成全方位的学科发展布局 形成化工能源新材料 可持续建筑 智能制造等10个重点建设学科领域 2018年天津大学成立医学部 致力于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医学领军人才 目前拥有六大附属医院 积极推动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建设 在智能医学领域的建设成果 引来了全球的关注 2014年天津大学与泰国马西龙大学牵头成立 中国东盟工科大学联盟 联盟高校结合学科优势 持续举办中国东盟健康教育交流周 学生暑期项目东盟学者等人文交流活动 成立中国东盟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中国东盟能力建设中心 与中国印尼智慧海洋中心等机构 作为中方厂设秘书处单位 天津大学致力于推进与东盟知名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天津大学的多个学术项目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除国际工程师学院获得法国教育部工程师直显委员会的工程师文凭最高等级6年期的认证外 建筑学、化学工程、MBA、EMBA、MPA、AMBA项目管理和土木工程等多个学术项目也获得了国际认证 2014年初药学院入选国家外专局教育部联合推出的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 成为全国首批四个试点学院之一 看一所大学一定要看它的学生发展 因为学生的未来代表了学校的未来 天津大学通过与众多知名企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120余年来从天津大学走出的学子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教人成就 他们当中有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也有石油工业领域、航空航天、光纤通信、材料领域、化工领域的科学家等 以建筑业为例 天津大学的校友们成功会师淋巴奥运 负责大部分主要场馆的设计建造工作 另外天津大学的校友们还成功助力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工作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 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它及桥梁、隧道和人工岛于一体 被业界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被英国卫报评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那下面呢也给大家列举了我们一些国际学生的校友 这里呢有我们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 有来自柬埔寨、卢旺达、匈牙利、越南、巴基斯坦等等同学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国际学生招生项目 本硕博学历项目都是秋季学期入学 学生可从前一年的10月份到次年6月份在网上进行申请 本科学制4到5年 大部分专业的学费是每年16600元人民币 硕士项目的学制是2到3年 中文授课一般专业一年的学费是2490元 24900元人民币 博士项目的学制是4到5年 一般专业的学费是33200元人民币 为方便更多优秀的国际学生在天津大学学习 学校有丰富的英文授课项目可供选择 其中本科有4个英文授课系专业 分别是化学工程与工艺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药学 硕士有27个专业 博士有52个专业可以英文授课 选择在天津大学学习协力项目 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与其他高水平大学相比 天津大学的学费是非常实惠的 以本科项目为例 天津大学一年的学费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大学学费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即便与中国大陆其他城市的大学相比 天津大学的学费也要优惠30%以上 除了学历项目 天津大学也向国际学生提供种类丰富 入学时间更加灵活的各类非学历项目 预科项目则以衔接学生顺利进入本科阶段学习为目标 采用小班授课教学方式 根据学生汉语水平分班教学 经过一年或半年的强化教育 奠定了留学生进入本科阶段 理工专业学习所需的汉语基础、专业知识、文化适应能力 天津大学的预科项目得到了很多兄弟高校的认可 预科结业后 学生可以优先申请本科项目和奖学金 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两位预科学生 一位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 另一位同学预科结业后 直升天津大学的本科并获得了奖学金 汉语进修项目面向全球招收热爱汉语言的国际学生 学生入学后 在国际教育学院全日制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此外天津大学每年还结合学校优势、学科 举办一些参与度高、趣味性强的短期项目 比如2019年举办的智能机械国际东领营和2021年举办的智慧海洋活动等 天津大学设有丰富的奖助学金 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国际学生在天津大学学习 博士层次有中国政府奖学金、天津市政府奖学金和天津大学的奖学金 额度丰厚、种类也非常多 其中北洋蔚来学者奖学金是参照中国政府奖学金设置的全额奖学金 硕士项目层次有中国政府奖学金、天津市政府奖学金、天津大学建工专项奖学金等 本科层次的奖学金种类也非常丰富 除中国政府奖学金外 天津大学还参照中国政府奖学金标准设立了求是奖学金 此外天津大学奖学金、化工专项奖学金也可供同学们申请 在奖学金评审过程中 我们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 学习成绩优秀、学术成果丰硕 跨文化能力强的同学有望脱颖而出获得奖学金 看一所大学也要看它的大学生活 天津大学主要有两个校区 未经录校区坐落在繁华的市中心地带 地铁20分钟可达众多景点和商业中心 北洋园校区位于京南区 虽地处郊区 但周边生活配套丰富 乘地铁到市区也只需半个小时 北洋园校区坐拥6号线两个地铁站 北洋园校区站 海河教育园区站出站后步行200米均可到达学校 其中海河教育园区站站内以天津大学标志性建筑 北洋纪念亭的造型作为主要的设计风格 不出地铁就可领略学校的建筑风格 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两个校区的一些照片 为京都校区占地总面积182万平方米 校园环境整洁 建筑古朴 景色优美 被誉为花园式学校 每年4月中旬的海棠记吸引上万市民前来参观 2015年正式开放的北洋园校区站地总面积240余万平方米 传承了厚重典雅的北洋元素风貌 同时充满和谐智慧的现代气息 下面这个灰红大气的弧形建筑 是我们主楼第32教学楼 设计上以其环抱的宣怀广场为中心 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 圆形的主楼与同在东西中轴线上的方形圆图书馆 还在时空上形成了圆与方的遥相呼应 学校拥有先进的科研设施 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同学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学校拥有一流的硬件配套 同学们可以在被誉为亚洲最美图书馆的正东图书馆 畅游书海 在按照国际大赛标准设计的体育场馆 一展英姿 在艺术气息浓郁的大学生活动中心 陶冶情操 如果你是一位网购达人 无人快递小车还会把你的快递送到宿舍楼前 学校拥有温馨舒适的食宿条件 国际学生的宿舍楼里 空调 电视 网络 厨房 洗衣房 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 单人间 双人间 三人间等多种房间类型 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住宿需求 学校共有食堂十余个 菜品种类丰富 干净 卫生 价格实惠 新老校区还分别设有清真食堂 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的就餐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魏京禄校区学三食堂 还曾登上天天向上电视节目 成为中国高校的网红食堂 为了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加强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教育 学校于2002年创办北洋大学堂 至今共举办320场活动 已成为集思想教育 先进文化 与前沿科技为一体的高端品牌论坛 丹麦首相 澳大利亚总理 韩国国会议长 等国家政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得主等学术 出入泰斗 故宫博物院院长 著名作家等文化领袖 以及新东方总裁 小米科技创始人等知名企业家 都曾受邀做客 北洋大讲堂 学校的校园生活 丰富多彩 学习之余 同学们可以根据个人兴趣 加入七大类 共计160多个学生社团 左下角的图片 展示的是一年一度的海棠节 中间的图片 展示的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如何申请天津大学 以学历项目为例 首先我们对国籍 年龄 学历 语言能力 有着最基本的要求 同学们需要满足基本条件 方可申请 同时同学们还需要提供 毕业证书 成绩单 护照首页 语言能力证明 学习经历简历 个人陈述或学习计划 体检表 无犯罪记录证明等申请材料 在申请流程方面 共有五个步骤 同学们在申请的时候 需要登陆我们的申请网站 按照步骤注册账号 填写申请信息 上传申请材料 最后提交申请 之后负责的老师 就会进行审核 在这里提示大家 提交申请后 请及时查看邮箱和申请系统 以免错过重要通知 非常感谢同学们 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 下面呢 是我们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的 联系方式 网站 社交平台 留学天大 微信公众号 Facebook等等 欢迎同学们关注我们 有任何问题呢 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右侧展示的呢 是我们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的团队 有不同负责不同项目的老师 如果大家想要报考本科项目呢 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联系我 那最后呢 如果同学们 在这个网站上搜 网络上搜索 TGU Student Ambassador 那就可以查到我们天津大学的 很多的你们的学长姐 来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最后呢 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微信咨询群组 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进入我们天津大学的微信 官方咨询群组 后续呢 遇到任何申请上的问题呢 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到我们的老师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同学们 期待在天津大学见到你 拜拜